今天整理了一下民警记者会后 还不反驳的12项内容 多个月以来 关于同一目的的讨论 已被记录在会议记录和工作日志中 如果一个私人对话在长时间内多次进行 且伴有第三方的介入 则他已经超越了私人对话的范畴 成为了计划和行动的一部分 更何况参与对话的副代表是一名公认会计师 具有企业治理的专业知识 他不仅负责过海捕的上市和多次并购 还是额多额的核心管理层 有权查看公司的所有财务信息 这位副代表将代表的发言最终脱离 写在工资日之上了 这绝不能被视作一场玩笑 此外还发现到 不仅计算了行使卖出权可能获得的金额 还具体指出了行动的时机 并涉及侵权诉讼 投资公司舆论站等的文件 这些都不应被视为无关紧要的玩笑 甚至也有只是副代表将此事 当作私人对话处理的记录 敏代表宣称自己的年薪为20亿韩元 更整确地说 是2023年业绩的奖励金额为20亿韩元 他的年薪和长期奖励则是另外设定的 这在海埔总部及韩国子公司的成员中 年薪排名绝对第一 除了年薪 海埔还提供了巨额的股票报酬 其价值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然而敏代表还是提出了 公司无法接受的金额 导致谈判走向灾难 我们认为这一过程 是在为获取独立金额权累积名分 我们公司在4月22号上午10点1分 发送了一份公六页A4纸的详细回复 我们也确认到 敏代表在当天中午12时左右 已阅读了这份回复 然而敏代表在立场声明 以及记者会上仍然重复声称 没有收到回答 监察基于几个月的调查 透过公司内外的信息 来邀结有企图夺取金额权的行为 并在确认涉及金额上机密的文件 被泄露后才进行的 在进行关于重大不当行为的监察之前 要求提前通知监察计划 这是不合理的 作为监察程序的一部分 我们为了收回资讯资产 在4月22号上午10时 访问了位于斯文尔马普区的工作室和住宅 在此过程中 我们透过固定电话 电子邮件和手机短信多次联系 但敏代表未做出回应 资讯资产的归还期限于 23号下午6点到7时 我们通过耳朵的副代表 再次要求归还资讯资产 副代表回答说 敏代表很忙 无法处理 现在却说没有通知 是透过媒体得知需要归还的情况 并将其断定为媒体操作 这是不负责任的谎言 此外 关于我们在一人回归前 夺走电脑资源 使其无法工作的说法也是不识的 我们在收回旧设备的同时 立即提供了新笔记本电脑 并下载了原有资料 以确保业务不受影响 其他被监察的对象 也已领取新设备并正常工作 这是我们已经在22号 发送给敏代表的邮件中 详细回答的部分 敏代表声称没有收到邮件 原因可能是因为 如果看到了回答 他就无法提出这种 具有正义性 但不符合事实的主张 我们公司已经发送了 如下详细的回答 敏尼金代表基于 其特有的扭曲解释机制 对于从索索密集分离的过程 也提出了错误的主张 新人组和牛进斯 未能成为海埔的首个女团 并非因为海埔 未能遵守承诺 当时敏尼金代表要求 自己承担所有责任来组建团队 并强烈主张 要在他自己的独立厂牌下 让团体出道 海埔尊重敏尼金代表的意见 即使Source Music反对 海埔还是将这些成员 转移到Edo 并提供高达 160亿韩元的资金支持 以让敏尼金代表 能按照自己的方式 让牛进斯出道 在此过程中 由于公司分拆和合约转移 使得牛进斯的出道时间 不可避免的延迟 这与海埔的意图无关 甚至敏尼金代表 自己曾公开说明过这样的过程 在2022年3月24号 发布的一个媒体访谈中 米尼金代表表示 女团项目是在她的计划下进行的 并且她亲自预告了 2022年第三季度作为启动事件 匆忙出道会给年轻成员 带来巨大压力 我不想让大家感到极策 因此选择了合理的事件 即2022年第三季度作为启动事件 由于Source Music与米尼金代表之间 关于R&R的争议 导致牛进斯的出道时间推迟 使得Source Music正在准备的 Resetuping先行出道 由于两队的出道时间相继而来 使得彼此之间没有足够的时间 进行充分的宣传 因此决定设定一个最首的宣传期限 此外 Resetuping的成员Sakura 在与海埔前缘前 就已经有大量关于 会加入海埔的传言报道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宣称Odoa的出道团队 完全由新人组合 则可能会无意中暴露 Sakura加入Source Music的事实 以及牛进斯的成员组成的资讯 为了保护两个团队的新闻价值 因此提出了这样的请求 即便如此 宣传期也在中途被缩短 开始了牛进斯的宣传活动 这个部分已经由电子邮件回复过了 Hype的传媒团体 一直全力支持牛进斯的公关工作 在过去的一年中 我们为牛进斯编写 并发布了273篇新闻稿 与Pick It Music 为BTS和其他8只各团队 攻击659篇新闻稿 以及Play This Entertainment和Seventeen等 四只团队 攻击365篇新闻稿相比 绝对不能说我们 对牛进斯的宣传不够重视 我们的公关工作 不分情终缓击地 为所有厂牌和艺人全力宣传 在股东间契约中的 经验禁止条款有保密义务 但民进代表在记者会中提到了 经验禁止是为了防止股东 在出售持有股份后 在相同行业中创业 从而引起不公平的竞争 这通常是买方所提出的要求 这种条款在各个行业中都很常见 声称永远会绑定它是不准确的 民进代表从今年11月起 就可以出售股份 一旦股份出售 2022年11月 与公司的长期合约到期后 经验禁止条款将不再适用 民进代表自己曾表示 即使什么都不做 也能赚1000亿 他接受了这一巨额保证金额 并且从年后就可以进行资金 变现和创业 这绝对不应被称为奴隶合约 因为这样的补偿条件 对普通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甚至在民进代表 和其亲信之间的卡扣土对话中 也提到了他计划 在2025年1月2号 行使卖出选择权 以退出的计划 民进代表声称 合约中的奴隶条款 与出售相关的条议 存在着两个条款的 优先顺序解释差异 公司已在去年12月回信时表示 将会澄清任何解释不清的条款 以避免问题 民进代表表示 对钱没兴趣 但引发讨论的核心议题 是补偿的规模 公司正在能推进的范围内 实践ESG经营活动 对于公司努力推进的环保专辑 民进代表贬低说 融化的小卡式玩文字游戏 为了将数位专辑的塑料材料替换为纸杖 以及专辑风套和小卡 转为环保生物可分解材料 公司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力和成本 乐意接受和投资 这些就是ESG经营 我们正在推动将环保专辑 应用于旗下所有厂牌 但公司内部人都知道 最不合作的厂牌就是Odo 海埔一直在与民进代表 就股东间合同的修改进行持续讨论 但讨论却因一起 被民进代表称为内部高密的事件而中断 尽管如此 对于被民进代表声称为内部高密 海埔仍然对相关问题做出了诚实回应 然而在股东间合约的谈判过程中 民进代表反而在背后拉拢 海埔内部的律师和会计师 就股东间合同的变更 和内部高密性的问题进行咨询 并且与律师事务所和机构投资者等接触 讨论夺取经营圈的事宜 这一切都在监察中被确认了 我们不能将深入介入公司经营的外部人士 仅仅视为普通朋友 在对话过程中 涉及未公开的高层股权选择权数量 潜在投资者的名字 及各自的股份比例 甚至包括试图夺取经营圈的结构等敏感信息 此外公司的某些重要决策 甚至是基于某些非专业人士的建议来制定的 这种行为显示 该对话对象远非简单的社交关系 公司正严肃处理这种 将重要信息 无分辨地透露给外部人士介入决策过程 并接受人士推荐的行为 在NewGence回归之际 开始透过电子邮件攻击公司的一方是民进代表发 透过数位取证获得的资料中 从4月开始就由民进代表指示准备公关战略 制造正业来骚扰公司的记录 我们想反问 在这个时期对公司施压 是否认为公司会接受近乎无理的赔偿要求 实际上 以一人为人之来威胁公司的是民进代表 如果公司接受其赔偿方案则罢 若不接受则寻找借口结束合作 多年来 我们公司一直在接受民进代表重复的要求并妥协 但这次我们了解到 这些要求是为了夺取经营权所谓的勾建过程 因此不论时机如何 我们都必须进行监察来保护多场配的价值 在记者会和采访中 我们一直建议不要提及艺人 这是因为我们珍视他们的价值和声誉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我读完了海埔的官方声明 但可以看到他们巧妙的模糊焦点的部分 对于不能随便处理5%的股东权益 以及只要只有一股 就会施加经验禁止的条款 没有具体提及 只是笼统地称之为 轻描淡写地跳过 而且虽然米尼金代表一直强调 这不是钱的问题 但声明中却把缺乏赔偿列为第二条目 制造了一种米尼金代表 尽管已经收到了巨额金钱 却仍贪得无厌 要求更多的框架 又开始公关操作了 现在不是中树精英 而是变成了为钱疯狂的女人 海埔没有解释该解释的问题 你看对抄袭女金死一句解释都没有 而且米尼金在记者会上 甚至公开了和女金死成员父母的卡卡托 但海埔的声明中说 有些人一直在说米尼金在情感诉求 但当大企业发起公关公事 想抹黑一个普通人时 要让人知道自己的冤屈 不是只能这样吗 如果米尼金没有情感诉求 气氛会变得不通吗 看看海埔为了排挤米尼金 到底动了多少媒体吧 谁说米尼金是完全无辜的受害者了呢 看到一家大公司因为无能而去模仿别人 现在又想把某个人埋了 所以才会想支持他 至少在米尼金对抗海埔的情况下 应该要支持米尼金呢 这家公司正是小气暗愁陋的极致 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 本来就很牵强 女精死出道时的宣传做得很用心 还让想外出道的女精死成员 参演PTS的Permission to Dance MV 那时PTS即将入伍前的人气高点 参与了观看量和全球注意度都非常高的MV 还要怎么崩萌啊 看到我们国家的语论这么变化 真的很好笑 昨天都还在那边骂人 一场记者会下来 没拿出任何证据 只是情感诉求 气氛就变这样了 大企业的男性们欺负一个女性 这种框架很受欢迎 就算有过前面的公关操作 这次还不得反驳 很理性很有逻辑 对于还不得反驳文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好感谢大家